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举行莲花超度法会 听过故事的同学都明白 这种法会非常的殊胜 功德无量 老师们在此随喜赞叹 我们法会的主办者 法会的现场参与人员 法会的随喜赞助人员 感恩你们 替这些无量无败的众生感恩大家 期待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 都能积极地发心 主办或者协办 莲花超度法会 去救度那些无量无边的受苦组成 另外昨天老宋把故事发到朋友圈之后 有的同修也可能他就不学佛听了故事之后 听见了四个字 阴阳怪气 他可能是说我这个讲故事的声调 在此地呢 非常感恩这个同修的点评 但是呢 也请这一类同修呢 谅解 没有办法 老师没有学过播音 没有学过主词 也不是相声评书演员 总是呢 想发心 把故事讲好 想把故事讲的呢 有声有色 但是无奈 这个水平有限 可能是弄巧 成拙 懂事削皮 一笑大放 请大家呢 还见谅 以后呢 大家听故事呢 多听这个故事内容 老宋呢 真的做不到呢 像这个电视台组织人一样 讲的那么优美 也无法做到相声演员的一般 风趣幽默 大家多听故事 这个里边的内容 希望内容呢 能给大家启发 能给大家帮助 这样就好了 就说 如果你在这个声音上 如果听不惯呢 也可以看文字版 只要对大家有帮助 老师你就开心 好了 闲话少叙 我们直入正题 以前在故事中 曾经和大家分享过 原成功 原成功 是什么 代表哪些含义 大家也可以在百度当中搜索 如果原成功比较好 那么呢 对应的生活质量 也会逐渐地走向好的趋势 如果原成功比较差呢 也容易 不断地趋向 不好的运 这个就是原成功 原成功呢 他就是在天眼境界当中 就是一栋房子 有的是高楼大厦 有的是农家小院 有的是四合院 有的呢 看起来像 灌牙 不一而同 也有的是竹子 做的屋子 还有的是茅屋 皆不相同 就是同类型的四合院当中 比如说里边的装饰啊 供奉的佛像啊 然后厨房啊 等等的状态呢 也各不相同 原成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会根据你的修行 吉福的程度呢 不断地变化 现在好不代表永远好 现在差呢 也不代表永远差 就好像我们常说的 人呢 运气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今天是大富大贵 明天后天大后天 几十年后很可能 怎么着啊 就过得不是那么如意 今天也许 你是怀才不遇 住处碰壁 也许是 在不久的将来 你是大虎大子 财源广进 左右逢源 这个都不一定 所有的国皆有前因 你将要怎么样 在原成功当中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如果你没有行大善 没有造大恶 基本上会按照一个趋势去走 原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呢 会显示你的现状和未来 但是大家让老宋查 老宋是不会告诉你 什么代表什么 什么 预示着什么 不会告诉大家 因为不是算命 只会告诉你 哪些地方要损坏了 哪些地方需要修复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即使是修复 也要行善 你不行善 修复之后呢 慢慢地他还会 慢慢地他还会 生坏 要想保持 你只能是 经常地念佛 诵经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 善良的心 知足的心 与公婆 父母 岳父母 处理好关系 孝道要做好 兄弟姐妹之间呢 关系也要处理好 同事领导之间 我们都要 如理如法地 去交往 常行放生 这样 这个圆寸公呢 就会越来越好 凡是阴阳 阴在先 阳在后 圆寸公好拉 然后呢 你现实当中的生活 也会逐步地去改善 所以修复圆寸公 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改变 是有意义的 但是千万不要依赖于 修复圆寸公 因为修复之后呢 就万事大吉的 那就错了 行为不散 你很可能感召不到好运 另外这个圆寸公呢 它是个潜移墨花的东西 也不是说修复之后 马上就会变得很好 但是的确有这种个案 修复了 一段时间会变得很好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人家其他方面都比较好 没有其他的阻碍 比如说冤情再主啊 没有杀子堕胎啊 对不对 有的同修呢 可能就 做得没人家好 有其他障碍 虽然修复了这个 改变并不是很明显 或者呢 改变时间要很长 大家一定要理解 人生是有多方面的因素 互相制约的 就像我们的生命话术 它体现了我们身体的 健康状态 但是也不是说 修复生命话术之后呢 人就不生病 有的同修 人家修复生命话术之后 一两年还保持得很好 有的同修呢 修复生命话术之后 几个月 就会看到 生命话术上又有虫了 又有动了 原因在哪里呢 大家要反攻自行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心里 出问题了 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大家都知道 谁知道答案 我们的不良的思维 念头 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身体 那么对应的生命话术 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总不能 一直靠修复生命话术吧 这是治标不治本啊 真正治本的 还是要修心 保持一个正能量的行为 心形一致 这样呢 你的生命话术 才能越来越好 你的原神功 才能越来越好 大家切记 生命话术的修复 和原神功的修复 对大家意义很重要 但是它永远打不过 自己的修行和修习 今天为什么要讲 原神功呢 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 原神功 被我们给遇到了 因为原神功 探索比较复杂 所以呢 一直以来就没有推荐 时间需要很长 也很少有人能查 就说能查的不多 我们遇到的这个个案 可能是非邦不可了 怎么糟了呢 老宋不妨给大家 聊一聊 既然查原神功 我们就要到这个原神功 去他这个地方 瞅一瞅 不瞅不知道啊 一瞅吓一跳 怎么会被吓一跳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 就是那个大门外 哎呀 又宽又广 这一厅好像很不错似的 但是呢 请听老宋往下分解 虽然宽广 但是凹脱不平 地面呢 全部破碎 感觉好像经历了一场地震 大家 看过唐山大地震 和汶川地震的 这个电视报道 这里面呢 感受是一样的 看了大门前面的路 我们再看看 大门是怎么样子吧 居然还有石狮子 哎呦 看来还是不错的一个府邸 哎 普通人还安不起着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石狮子 也是破碎不堪 可能好像 这个地方经历过什么 再看 哎 铁门 门破了 门上有牌匾 匾破了 这个牌匾大家都能 哎 知道 电视剧里边呢 都会演 比如说和珅的牌匾是和府 是不是啊 说到这个牌匾呢 有那么点意思 比如说是夫妻 两个 张夫姓张 他呢 哎 打开一会儿 那是张夫 妻子呢 姓王 按说应该是王夫 实际结果呢 你有时候看的时候啊 往往 妻子的那个 那个原成文也会显示是张夫 历来夫唱夫谁 一个家庭里边运势的好坏 多数是看男子的原成功 女子的原成功呢 静坐 辅佐 当然 也有例外 老宋讲故事 从来不说百分之百的事情 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镖 对不对 有的家庭 就是以女子为主 那她的原成功 就占到了主导地位 另外世界之大 有很多地方 是以母系为主 男的呢 处于重属地位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要看女子的原成功 为主了吧 总之呢 哎 要互相参照 缺一不可 好了 我们继续进入大院探索 哎 别说 这个院子还真就很大 但 很遗憾 院子里边的地面 和外边的大路是一样的 粉碎的 仔细呢 再查 院里还有树 树 也被破坏了 全部破坏 到处是枯枝 败叶 散落一地 有这么样一个境况 自然 大家就明白了 不是很好 我们的心性就好像天气一样 原成功的顶部 那是灰暗 黑暗暗的一片 就好像到了阴间一般 院子当中的房子 哎 无论是厨房也好 卧室也好 客厅也好 全部倒塌 说全部 不准确 因为呢 有一个佛堂 是完好无声 其他房子都塌了 也看不出之前是几层 只有佛堂 屹立不到 佛堂在 希望就在 信仰在 人生 就会充满希望 以前我们很多探察 到了这个佛像 是不可告知的 但今天 这位佛陀的像 是可以告知的 不过呢 他不是那种 哎 同像 或者此像 而是画像 那就是我们尊贵的 阿弥陀佛 画像上呢 干净 干净 无灰尘 下面呢 有一个供桌 以无灰尘 干干净净啊 香如油 而且上面 还燃着呢 三根香 除这个佛堂之外 哎呀 大家就想象吧 你可以理解为地震 也可以理解为炸弹 废墟一片 惨不忍多啊 如果没有这个佛堂 人成功成了这样 大家就可想而知 啊 人会怎么样 正月有佛堂在 生命有了希望 未来有了意义 这是我见到过的 探查过程当中 最差的一个 有没有比他更差的 我相信一定有 只是呢 老孙还没遇到 大家看到这么差的一个 袁成功 可能一定呢 想知道原因 对不对 有后果必有前因 那前因是什么呢 于是我们来到了 这位同修的前世 当时呢 他还是灵性 就是没有肉体的 他有一定的法力 也可以理解为 可能是妖精怪之类的 干嘛呢 他一次出游呢 就看见了别人的 是远程功 还不止一个 看到怎么造呢 心生忌妒 我是住在山上 洞中 你们的远程功 做得这么漂亮 金碧辉煌 雕梁化洞 美妙非常 不行 我要给他毁了 于是呢 纠结自己的同伙 带上自己的法器 只看见了 炮火事情 和我们人间的炸弹 还真有点相似 别人的远程功 毁于一旦 你要是毁了普通人的 也就罢了 哎 没想到 人家这个人 也是有些能耐的 不然的话 人家的元成功 也不至于那么殊胜 于是就写了一份状子 就像我们人间的诉讼 类似 告露天庭 今生呢 这个同修投身为人 那 他这个缘分也到了 当时我们的 天眼见证人呢 给我说出这个结果 也挺让我震惊的 我们人间 有人间的法律 地府有地府的规矩 天界有天界的天条 违反啊 自然就要受到惩罚 于是展现了当时的场景 雷公拿到旨意 在这个元成功的上方 金木水火土五个方位 分别用雷来轰炸 于是呢 我们就看到了 刚才的 那种惨状 金木水火土五个方位 怎么来标述呢 我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 金 主西方 我们称为西方金 木主东方 我们一般称为东方木 火 是南方 我们就叫南方火 水 是北方 我们称之为北方水 东南西北 有了 那中间呢 用什么来表示呢 就是土 金木水火土五个方位 就是东西南北 如果是普通人 遭受这么大的灾难 如果没有前世的 某种信仰 累积的善根福德 我估计啊 这个生命可能不复存在 正因为呢 有累积的善根福德 供奉阿弥陀佛 才是佛堂 免遭一劫 当然 如果不供奉阿弥陀佛 就找这个 也就没有佛堂 对不对 作为一个普通的房子 肯定已经被遭累积了 有一个地方存在 就是这个原成功 没有彻底比损坏 这个就是希望 这就是一线神迹 古墨也是劝华这位同修 怎么着啊 要好好念阿弥陀佛 供奉阿弥陀佛 多听阿弥陀经 多送无量寿经 大家都在想这种原成功能不能修复呢 说师兄是不是可以做法呢 我告诉大家 可以修复 可以修复 但是难度大到什么程度呢 需要耗费大量的功德 这个福报 老中有这个能力 但是呢 这位同修 却没有这个缘分 这就是机缘不具足 不是这个同修 不想修复 而是有很多的前提条件 菩萨开始 这位同修需要放生五万元人民币 记得要是放生 不需要一次 你可以分次 春暖花开了 然后呢 都去放生些鱼籽啊 鱼苗啊 对吧 然后去海鲜市场 都放着鸟类啊 都是放生 一定要如理如法 放个五万 看你的 这种功德福德 激烈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不行 可能还得继续放什么数万 甚至数十万 才有机缘 但是我也要告诉 作为同修 缘成功不是重点 当然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 重要 也比不过念佛众 重要 也比不过出轮回众 所以我奉务大家 都能精进修行 常行不失 都能呢 主办或者携办 莲花超度法会 都能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 慈心不杀 争取今生 往生极乐世界 在那个地方呢 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 一事成佛 永托轮回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 要不就再 分享到此地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老中的故事 能对你有启发 麻烦您多转发 法部师 功德无量 何况转发小故事 以前曾经说过 是财部师 武威部师 法部师三种部师兼具 何乐而不为呢 小手一抖 莲花再寿 感恩感谢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终年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和 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所有 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 师兄 朋友 祝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正悟成佛 人人 回归 极乐 佛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